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有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 保罗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检查人心的神 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成长 而且常常省察自己有没有成长 要成长就要有属灵的纪律 甘心约束自己的心 离开地下的老我 脱离己的贫乏 才能进入基督的丰富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可望成长 我们思想 可望成长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 新约圣经 以福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 以福所书二章一到十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助我 神愿向你 正是我盼望 是我老高 我甘愿相信 是圣经财宝 一百足几股 守住身后 祝我愿向你 祝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助 向你捷径 有主的旁天 有主的风生 愿主的山西 你给我信仰 祝我愿向你 流泥跟心肠 温柔和见秘 似爱善良 帮助软弱者 为光不忧伤 令人归基督 寻找荒芽 主我愿向你 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助 向你接近 荣耀的冬天 荣耀的风景 愿主的山西 以我心灵 以弗所书第二章 一到十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祂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祂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以夫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 诗篇九十二篇第十二节 新闻说到 艺人要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笠巴嫩的香柏树 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兴趣 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艺人要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笠巴嫩的香柏树 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可望成长 云丁所栽种的大部分植物 每天都在不知不觉的变化着 有一天你去看它们 第二天再看 就会发现它们比前一天 有些小变化 但是竹子并不是这样 竹子其实是属于草的一种 听说它是世界上 长得最快的植物 有些竹子据说 在二十小时内 可以长高两英尺以上 有些刚信耶稣的人觉得 它们应该长得跟竹子一样快 换句话说 它们觉得改变来得太慢了 这些基督徒渴望能脱去旧人 并且穿上新人 很遗憾的是 其他基督徒好像完全不操心成长的事 对他们来说 基督信仰比较像上天堂的一张门票 而非在世上生命改变 圣经说得很清楚 成长是应该有的 就像我们出生以后 身体逐渐成长一样 我们重生之后 属灵生命也应该要成长 每一个健康活着的生物都会成长 若是长时间 自己没有明显可见的属灵成长 生命中没有明显的改变 那么我们就该担心了 与其让别人担心 我们没有一点成长 不如我们担心自己成长得不够快 有些人的宗教信仰让我想起木马 它只能前后晃动 却在原地 没有前进 宗教改革时期 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 他说 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 我会使一个扶着离头的男孩 比教皇更明白圣经 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 融会贯通 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 渴望成长 这个题目 每到新的一年 我们都会希望自己能有一番新的作为 进行会神学家史特朗说 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方式 就是使我们有意识的 自愿的 发现自己的罪恶 对付自己的罪恶 努力使自己完全顺服基督 努力让自己完全符合圣经的标准 而神参与了这整个过程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唤醒我们 使我们有一种新的知觉 使我们从神那里得着一种 属灵的辨识能力 开始明白属灵的事 过去我们心思虚空 暗昧无知 我们的意志乖僻顽梗 我们的情感混乱失序 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连结 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结 拥有基督的心 就会体贴神的意思 照着神的心意去思考 信徒的心灵跟生命 就像一个小小世界 我们盼望能够将它改造 让它变得更好 使神得喜悦 人得益处 然而我们不能靠自己 做成这新造的工作 只有倚靠 那能将万有归服自己大能的神 保罗说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祂已经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 当日神的灵如何运行在水面上 今天也照样运行在我们心里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祂一吩咐便都造成 今天祂在我们里边也要做同样的事 祂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而我们要不要努力呢 要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耶稣说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神用神圣的能力 已经将走好天路 所需要的敬虔真理之事 赐给我们了 我们既蒙了光照 尝过天安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射的全能 就该在神的恩典中继续努力 神为祂的荣耀 因祂的美德 祂不但把我们召来 并且要借着我们成为师恩的管道 见证祂的荣美 带领多人归异 而不是期望我们 仅仅得救而已 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祂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可取的事 你的善行 我都知道 当责备的事 我也知道 我给你悔改的机会 你当留意 已有的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来 那得胜又遵守主命令到底的 我必与你分享 我的权柄跟荣耀 生命若要长大成人 就必须能吃干粮 必须熟练仁义的道理 必须离开圣言小学的开端 在至上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心智上 不能再做小孩子 被人欺骗跟动摇 而要与众圣徒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主将他的圣言赐给我们 我们在学习真道上 如果不肯费点功夫 为了信仰不肯下一番努力 为了主的名不肯受一些苦 将来又怎能见他呢 职业选手在没有赛事的时期 会磨练自己的技巧 锻炼身体 专业人士为了更上一层 不惜付代价 刻苦训练 我们应当在信仰上 每日更近身 当每日跟主脚步 行走得胜路 英国著名的圣诗作者 以撒华兹 写一个首诗歌 我是否要做十驾精兵 其中有一段歌词 他说到 别人苦战要得荣耀 血汗满沙场 我岂可安坐花轿 盼望抬进天堂 最后一节歌词 他说 我要掌权就得征战 欧主 加我力量 我愿受辱不为难 靠你话语得刚强 若是你想在某件事上 表现杰出 就必须每天勤家操练 同样要过顺服神 得逞的生活也是如此 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人 透过每天获取 从神话语来的亮光跟智慧 得以成长跟发展的一趟旅程 要主动追求 而不是坐着轿子 等着被人抬上天堂 主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要我们跟他密切互动 你肯借寻求从神话语来的智慧 你必寻得见 因为主必让你寻见 你可以操练自己 成为在主里有智慧的人 你的指望必不落空 主必将每天你做决定时 所需要的智慧赐给你 必定会一步一步带领你 使你行事满有智慧 基督徒的天路历程 就是一个有永生的人 从成长到成熟的整个旅程 神的目标是要我们向基督 旅程中我们遇到的试炼 灾难和祝福 这些都让我们里边拥有像基督的品格 我们的主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得顺从 我们也不能得免 在成成的路上 只凭的听道读经 默想谈论 与弟兄姐妹交通还不够 因为有很多属灵的功课 是必须经过试验 否则不能真正理解 印象也不深刻 当神看有必要的时候 会使我们经过水火 因为他晓得 在苦难中学习的功课 不容易忘记 他很多深奥的旨意 唯有从苦难中 我们才能真正明白 要是一直以来 你的计划没有受过挫折 你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 你的聪明没有受到打击 结果很可能就是 你一直自以为是 不肯也不能学习人的律例 知道挫败叫你谦卑 眼泪叫你看清楚 当你受苦的时候 才开始明白 圣经里一些经文的含义 以及神指一中 属天的奥秘 诗篇119篇71节 诗人说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我要是我学习你的律例 保罗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斯不真说 神往往是有苦难的高地上 得着他的精兵 受苦是难免的 信的主 虽然在地位上 我们已经称义了 蒙照做了圣徒 可是还可能会犯罪 因此 要有意识地 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 一些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主怎样洁净我们呢 用他所讲的道 借着圣灵 使我们成圣 他的道 就是真理 若要成长 就要坚信 他的话 主怎么说 我就那么信 不要根据自己的看法 做出选择性的认知 不要自以为聪明 而要完全根据 主所说的 他怎样吩咐 我们就怎样遵行 神已经赐给我们 新的心 新的灵 说我们有能力 遵行他的律力 他与我们立永远的约 必随着我们示恩 并不离开我们 并且使我们有敬畏的心 不离开他 若不信神的应许 无意操练敬前 就不知道 如何管理自己的心 因为重要的是 里面的这个人 我们不是徒有敬前的外貌 而没有敬前的实意 假冒为善的人 不会有完全彻底的顺服 但敬畏主心存谦卑的人 就会随着信主的年日 在神的道上大有长进 一个新造的人 虽然他仍然会犯罪 但神所启示的生命原理 跟主耶稣所显出的风范 是由永生的人 一生效法的榜样 基督得胜的人性 更是他们向着直奔的标杆 他们尊重神所有的律法 相信圣经的权威 里面存着敏锐的良心 渴望在所行的事上 能讨神喜悦 加尔文说 一个圣徒不是不可能再犯罪的人 而是对最小的罪 有最大的敏感跟警觉的人 今天 我们活不出基督的样式 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地 将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主 甘心走他所走的路 圣灵帮助我们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 以及对明白了真理 有愿意尾身的信念 不管所处的环境如何 主耶稣的宝血 不但要洁净我们 实际上已经犯了罪 更要洁净我们心中 不讨他喜悦的欲望 让我们不愿意犯罪 很奇妙 我们外面的人会慢慢的退化 老化 可是里面的人却会改变 新生命会督促我们成长 而不认由自己嫌懒 保罗说 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渐渐毁坏 内心却是一天心死一天 这个改变 照保罗的话就是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了身量 神要在爱子里重塑 自己的形象 教会要表现出 基督所改变的生命 保罗自己说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约苏 所以得着我的 不但要主动追求 按保罗的话 还必须是竭力追求 是这蒙兆的人 不能推卸的责任 天国不是闲览进入的 而是努力进入的 神所预备的赏赐 是给做工的人的 他所预备的冠冕奖赏 是给努力奔跑 征战得胜的人的 亚伯拉罕和罗德 保罗和迪玛 神把他们摆在我们面前 你要选择哪一个 你预备先走哪一条路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主应许了 我们就不要满足于 最低的灵性生活 任由自己不长进 不冷不热 并且把它视为平常 视为正常 神的赏赐是那么大 他的恩典是那么多 那么丰富 他预定我们不但得救 而且要得胜 要思想神的恩典中 那无可限量的可能性 有人说 孙大中一般教会的牧者 每个星期在教会讲一篇道 而你主持旷野玛纳节目 一个星期要讲七篇 我的回答就是 圣经没有说 传道人每星期只能讲一篇道 而是要我们知道 在主里的劳苦 绝不图人 而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如果你一个星期 能讲七篇道 能够每天讲一篇 为什么六天让自己休息呢 耶稣走遍加利的各城各乡 我们岂能闲懒 为什么安于灵性贫乏 祈祷无力 做工无果效 而不思想在神的恩典中 去改善这种情况呢 你说可是我很软弱 我的力量很微小 请注意 保罗说 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为什么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为什么不肯真心试一试 那位预备要加给你力量 帮助你成长的主呢 诗人说 一人要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立巴嫩的香柏树 主说了 你愿意做神的殿中 又加美又结好果子的青橄榄树吗 不要消灭圣灵 督促你成长的这份感动 要与圣灵同步 常常检视自己 是否做得对 是否跑得好 主交给你的银子 有没有用它产生最大的效益跟价值呢 诗人说 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民 在成长上 你需要帮助 而不是从恩顶中堕落 神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等候神 倚靠他 是你突破成长瓶颈的关键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新的一天》 每一天 我是新人 披上宝鞋做新衣 我的嘴 在一身面 心中爱惜着甜蜜 把昨天 留给黑夜 思想中火雨在清晨 重新献上 身体灵魂 为主而过长祖恩 就是一波 都别清醒 忘记背后 努力深切 在极头的天天是新人 我爱祝你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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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清晨 都别清晨 我爱祝你每一天 就将心理 都别清醒 每一天 我爱祝你每一天 都别清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一个圣徒在你的恩典中 有怎样的可能 你借着司提反向我们 展现了你的能力 当司提反被带到公会的时候 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的面貌 他讲话向你 祷告向你 对别人的恶待 反应也像你 因为他天天在你里边成长 渴望与你合一 被你取代 主啊 我们岂能任凭自己的灵命 好像坐在木马上 只是前后晃动 却没有任何前进呢 我们以为自己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自己 是那困苦可怜 贫穷瞎眼赤身的 借由今天的信息 愿你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 光照我们 激励我们殷勤不懈怠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为我摆设 远备 虽然情过似饮有骨 虽然情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我也不怕走行 虽然情过似饮有骨